浙江有一座形成于一亿两千万年前 号称海上名山 环中决胜的中国东南第一山 它就是位于温州东北部海滨的雁荡山 这次我们是从泰州温岭出发的 大家不敢早的话 可以在温岭老车站对面坐打客车去 在半路看到远处这座石头山 我就知道雁荡山不远了 没多久终于到了雁荡山脚下 看着远处高高耸立的巨型山崖 真是无比的震撼 到了游客中心 就可以进去乘坐景区免费巴士 也可以在这里购买套票 大挖车会在雁荡山内不同的景区挺好 你在自己想去的景区下车就可以了 雁荡山景区非常大 如果想好好逛一遍 建议在山下民宿住一晚 当地有一种小吃一定要尝一下 叫做冰石莲 是像果冻一样的东西 配上芝麻花生碎 吃起来冰冰凉 我们的第一站是临风景区 下了车就到了刚才那座主峰的脚下了 先飞上天打探一下上面的风景吧 飞机到达最高线的500米 依然没有到达这里的山顶 看到前面幽深奇特的峡谷 让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 想赶快走进去看看 怪不得古代谢灵韵 沈阔 徐霞克 张大千 等文人默克 纷纷在此留下诗篇墨迹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 拐了弯就远远看到峡谷里奇奇怪怪的大山 前面就是临风入口了 在入口处前面不远这个门廊下面 有一些当地的村民在卖螃蟹 据我判断 这些螃蟹活木乱跳 不败不错 价格也比较公道 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临风景区内部了 进入景区的路就在大峡谷中央 两侧怪石林立 悬崖都在200米以上 刚刚最近的悬崖刺客就在我们的头顶 这里有座建于光系年鉴的果河桥 桥下是这样的 水里是这样的 哇 好多鱼啊 再往前走 路的右侧爬上台阶 穿过山洞 我发现这些藤条上结了些好大的果子 爬到上面就是东西摇台观景台 这里就可以欣赏临风景区内最美的风景 现在我们飞上天看看上面不一样的景色 这两座景还在一起的叫做福气风 这里好多山下都有寺庙 这个洞叫做观音洞 洞中寺庙来有九层楼阁 这里为宴荡山地一洞贴 它所在的山峰叫做河掌峰 之后我们要去的 是宴荡山的灵眼景区 带你去走走宴荡山里的百米玻璃栈道